音乐 像正常的一副作品 我们拿到到开始做 和到最后就是给顾客手上 这个中间 我们要经过差不多12到15道工序 高度就是这个台面的一个限制 它正常台面是不会超过 我们的大腿中部的 那这样导致说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是必须要弯着腰去做 这个其实是蛮挑战的一个事情 很多师傅他做到后面 都是腰肌劳顺什么的 大家都表明腰不好 我一个年轻人 我也觉得我腰不好 对不起 就经常跟人家说 我做这行腰不好 他们都以为我是做设计的 就天天坐在椅子上 那其实不是 我叫陈宇 然后是94年的 我学的是产品设计专业 从事自画装表的话 应该在六年左右 因为这个行业是我们家族 这边自己在做的 自己喜欢吧 因为从小看着我爹 还我姑他们都有在做 那我自己就也跟着他们帮忙嘛 像打下手一样 家里这边刚好有一家店 需要我这边接手去经营 那我想说就去来试一下 这边就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那我每天的话都要在这边待三个小时以上 桌上啊 还有墙上这些作品 全部都是我们家正在做的一些装表作品 作为一个学生 你刚出社会 你就要直面市场 其实这个是蛮残酷的一件事情 就首先这一行 它是吃年纪的 吃资历的 那我一个小女生坐在那20出头一点 然后人家顾客进来就会问你 你这家家定有师傅吗 那我跟人家说我就是师傅 人家看了我一眼就 哦那算了就走了 就在年纪上和外貌上 它就不能很符合他们的叫做信任感 刚开始的话 其实还比较佛系 就是你做就做不做就算了 反正我技术在这就 嗯还没遭受市场的毒打 对还比较佛系 然后半年之后就发现不能这样 就因为大家说实话能 就叫有缘分的顾客就比较少 然后就后来再来顾客 我就会跟他说 就跟他先解释一下说 我们专表墙为什么这么设置 然后店内为什么是这么做 跟他聊完之后 他就会觉得 哎其实你是懂这一行 你是专业的 那他就会问说 哎那我这个字画你有什么建议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 很中可能去讲 那他就会慢慢的相信说 哎我考虑放你这边做 那我又会跟他说 我说你可以先做一张试试 效果好 你后面再过来 如果效果不好 我可以推荐你其他家 所以慢慢的他们就过来了 那你说传统自画 因为我个人又很喜欢水墨画 然后书法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身边的年轻人 他们也很喜欢 但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是价格 还有一个就是装表形式 已经不能跟现在的一些 就家庭装修啊 还有小年轻人的喜好 他已经不能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我就想说 用我自己的专业 来把这一行里面的 就添入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那另外就是我会用一些 我们新型的这种材料去做 就比如说我会推荐客人 用一些亚克力的东西 或者说做一些金属性的 那还有创作的内容上面 我就不仅仅说拘泥于说 传统的一些水墨画 一些表现形式 还有些传统的题材 用一些水墨的形式 去做一些叫水彩的效果 或者说画一些 现在大家很喜欢的 可爱的表情包之类的 那这些就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比如说这件作品 就是我首先用的是一个 铝合金的极细边框 传统的国画 它的画面都非常的满 那我当时就跟老师说 我说我只要你画一朵花 我只要在最中间的位置一朵花 然后加一个印 那你在卧室里面 就吊色比较浅的这种地方 它打得也非常好看 因为它这种极细的边框 非常有时代感 与我来说 就是我能做一辈子的一个职业 它是相互成就的东西 我在学习它的同时 我也在提升我自己 而且这个行业 比较好玩的是 就是你每天在表辈市里 就跟逛画展一样 就每天二十只小时 不间断的画展 因为你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作品 那你就你在你自己的 一方小世界里 居然能看到来自 各个地方的各种东西 就特别有意思 我现在对于很多老的画家而言 就是他们创作完一幅画 之后再给我进行二次创作 就所谓的装表跟装饰 你不要拘泥于说 以前的那些表辈形式 你做一些你年轻人 你觉得OK的东西 就他们其实接受度也蛮宽的 那同时我也会 跟年轻人告诉他 为什么说你可能有一些画 你要用一些老的一些表法 就是让我们新的这一辈的人 他会理解说 为什么用这种边框 为什么用这种领布 或者为什么用这种样式 就我所在这个行业 起到的一个作用 应该算是一个 乘上乞下的作用 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 跟年轻人 我们先试一下